迷迷小教室 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妮 那其实因为拍摄影片呢 就是因为蛮多人问我说 怎么样多平台的直播 那其实之前最一开始 我的方法是多开OBS 但是其实开多个OBS 它在CPU的复载或过高 所以其实在后面我就没有办法用了 因为电脑太烂 然后我就会卡卡的 那之后就是等于一键就可以多开 没有啦 还是要按三次啦 那这教学很简单 就是我这边会有提供一个就是云端网址 那你就是下载这个压缩档 到你的桌面或是存档的地方 那接着呢就是它下载打开之后呢 会有两个资料夹 那这两个资料夹要放在哪里呢 就是你把OBS这里呢 打开它的档案为止 那它有一堆的东西 那一堆的东西呢 你就直接到OBS原本的这个资料夹 那就是把它们放到这里来 就是等于是把这边两个放到这里来 这样子 那这里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放进去就OK了 好那接着放进去之后呢 你重开OBS之后呢 它就会跳出来这里 那其实跳出来这里呢 这边是我已经设定好的 那你新的呢就是像这样子 它就是说你名称是设定什么 像我是以YouTube为主的直播 那Facebook跟Twitch的话 我就是等于是副直播 那我就是把这边建立一个 可能你自己不一样 你自己可能要建什么名称都可以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可以看我这里的设定 就比如说Facebook好了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名称 那伺服器的话就是 其实看你的那个串流网址跟金钥 那这个如果有不太熟悉的可以再问我 那这边设定也都很简单 这边都不会需要 那这边设定也可以 FB的话可以照我这里这样设定 那其实就是直接照我这样设定就是最简单的了 OK 然后再来就是Twitch的 Twitch的话呢它会有伺服器的网址 那如果是Twitch的话呢 这边也有个网址可以让你去选 就是亚洲台湾的伺服器网址 可以从这里直接复制 然后复制到这里之后呢 再把你的串流金钥放上去 那其他的位就是照台原本 就是OBS获取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把这些设定都设定完之后呢 那你这边开始串流 串流之后呢才能按这两个串流 因为你这边是主要的直播 那这边按了之后再按这两个 那它就会三个平台同时直播 但我是只有试过三个 如果你要四个五个几个 我想应该可能也可以 只是说可能要看你的电脑 还是能不能负载 通常我自己用的话 就是三个平台一起用 我现在CPU大概是15%左右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很吃力 对大家的电脑应该都还算OK跑得动 那这个教学就非常简单 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 那或者是说有其他教学想看的话 我之后也会拍 那因为这个是算比较进阶的 就是等于是说你已经在平台经营政治 那你想要多其他平台去直播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那其他如果有想要问的 就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OK谢谢大家啰 拜拜 谢谢大家